好家伙 竟然还有高手 今年绝对是一个游戏大年 红帽子绿帽子双剑出销 不得之门重出荣光 第二梯队的霍格沃斯之一 生化危机寺重制版 漫威蜘蛛侠一系列大作 一眼看着交相混运到了年尾 但同时今年也可以称得上一句暴死元年 烂游戏把每个档期排得满满当当 这其中有玩家提前举起香槟 大呼 这能怎么输的3A大作 也有发售鞋子乐子 发售后是灾难的一种低成本游戏 如果你是个靠的偏爱好者 相信今年的游戏阵容也算量大广报 然而正如托尔斯泰所说 好游戏都是相似的 赖游戏都各有各自的烂 王国之类在神一顶多做到 Make Serdar Great Again 大部分玩家在看到烂作 顶多催上一句 全烂了 但细细分析 他们有些是对不上玩家电波的诚意之作 有些则是能力不足 在每个打分项都不及格 凭空开创了新的坐牢种类 本期游戏指南针 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今年一些有代表性的电子空心 《魔兽之地》在年初发售 恰似今年游戏大军中 身先士足地排了一兵 可以看到时机预告发布时 评论区中玩家对它还是比较看好的 爱思义夜光引擎倒眼睛的画风 主角吸引的人设 加之战斗画面表现出了高机动性 法业帅机的动作设计 无不再透露了 这起码是一个值得一玩的作品 然而游戏发售后 玩家却发现 这么一个日常游戏 简直把玉璧罐头部分的糟粕 学到了精华 游戏内充值了大量清单项 一般来说 玩家消费这种内容的驱动力 要么是闲逛路过 清单项的剧情有些巧思 要么就是清单任务的奖励和吸引人 但很可惜 这游戏的装备系统十分简陋 斗篷 项链 美甲 构成了主角能装备的全部 自然 玩家消费清单内容很难靠装备驱动 或许靠时髦度驱动会更好普一些 更喜欢加装的是 这游戏的剧情也是薄弱项 这么说如果一个纽约黑人美少女 勇闯异世界的设定还算足够吸引眼球 那么请记住你对这个设定的观感 因为接下来游戏内 每次对角色的塑造都是附提升 游戏通篇 没有利息任何一个有深度的角色 剧情就是打败四个魔女 拯救世界这种经典的样板戏 题外话 日常游戏不管设定多新颖 哪怕打出成人像的标签 扒开面子 主角内核永远是带到王道热鞋的李子 实在让人提不起精神 不信的话就去看看隔壁的 哦不不用去看隔壁 最好的例子其实也在自己家 对了如果前面的缺点你能接受 那么这游戏糟糕的优化表现 可能会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就算你是在PS5上游玩 魔咒之地的质量模式和性能模式 也更像让你在胡作一团的植被 和三十针高速牢笼中 必选一杯毒药喝下 当然魔咒之地远远不算一无是处 还是很贴心的给今年浩浩荡荡的雷座 留足了发挥空间 如果你刚好削一个杀石间 战斗养野的罐头游戏 这游戏绝对不算太差 毕竟动作部分的设计与演出 也算是缺乏阶段的重头戏 抛开手感不谈 单纯观赏战斗其实也算养野 游戏的跑酷手感调校的也不错 虽然清单不可避免 但是至少魔咒之地 保障了从通马桶到给今天拍照的路上 不用坑直坑直跑过去 这里继续点名批名 SE自己家那位 红虾岛自去年发售预告之后 相信广大玩家千万也会成的一句话就是 Arkin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 不夸张说 Arkin擅长的潜入玩法 和开放世界多人联机的相性 就跟鱼和自行车差不多 不过我还是私心给了Arkin一次机会 想让Arkin独步50的模拟潜行玩法 没准会和多人联机 碰撞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没成想还没等到火花 游戏所塞时针的新闻 先是把玩家舆论的火花塞给烧了 众所周知 在2023年 FPS游戏和锁30帧 这两个词很难同时出现 但是Arkin就这么理直气壮的 做到了 而游戏发售后 几乎没有背景故事的角色 AI水平低下的敌人 评步直屈的故事 仿佛Arkin刻意做了一个 绕开自己所有优点的作品出来 要说Arkin想赚快钱的心 无可厚非 但是一个多人游戏想赚钱 首先要满足有朋友愿意和你起玩 但是当你给朋友推荐红虾岛 就很有可能失去一个朋友 不知道这次信任危机 需要Arkin在手工做几张地图 才能挽救回来了 一般游戏再烂都能以一句 考虑到如何如何 也算值回票价作为晚尊 但是对这款游戏 我思来想去只能说出 考虑到买游戏 服从超高水平质量 也算值回票价 开玩笑的 懂不懂NS独占的含金量啊 429港币买这么一款游戏 不知道多高明的售货员 能把游戏卖出去 哦 我是任屯 那没事了 不过游戏平淡如水的剧情 再加上日式RPG 特有的低信息量 却古洛化 着实是一款不错的催眠神器 更不用说游戏的谜题 通常谜底就在谜面上 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玩家 玩这款游戏 要么是在锻炼自己的忍耐力 要么就是在熬音 当然我这里吐槽的这么欢 游戏子宫上的题材 似乎可以作为一块捏死金牌 但是闪电回归成功 让我陷入了一种悖论 一方面你知道 明明不是这游戏的受众 去对它苛责 就像对米奇妙妙巫 吐槽太幼稚一样可笑 另一方面 比起随便找一集学玩播放 就能让熊孩子 按进一下午的低龄动画片 游戏这一载体的操作门槛 对于寻灵前儿童又太高 让它真正的受众 记住ABXY每个界位的功能 可能都要先教为他们 ABXY这几个字母的读音 所以闪电回归正确的游玩方式 应该是家长做好舍身取义 求人得人的决心 给自家小祖宗做专属脑袋 让它在沙发上看着就好 当然为严重怀疑 本作粗糙的建模 能不能来得比迪士尼 子弓相动画更有吸引力 房间由托米尾素 自编自导自演 2003年6月27日 在美国上映 被誉为最伟大的烂片 因其毫无逻辑的叙事 砸了无章的剧情 无厘头的情节被称作 是一部烂到极致 成神作的电影 先别换台啊 介绍这个烂片界的总统山作品 是为了隆重的介绍 在今天 咱们游戏界也有了自己的房间 魔界咕噜就是这样一款 处处散发着写点味道的游戏 诡异的建模 别叫的操作 粗枝烂造的场景设计 意义不明的剧情 毫无成就感的潜入 都让它的存在本身 成为了一种行为艺术 和王国之类前后脚的发行日期 发行商在游戏发射后 光速滑贵 但是用GPT写的信 包括开发商 开发了游戏之后直接倒闭 都让这款游戏在场内场外 都有一种浓浓的黑色幽默味道 不夸张地讲 即使咕噜在发售前没有人看好 发射后也没有人想到 它会乱到这种程度 电影房间在多年后 依然被人所惊惊乐道 依然有影迷自发组织的 单纯地为了吐槽的观影活动 甚至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 也被拍成了电影 也许魔界咕噜也会以这种方式 成为一座游戏市场的封碑 如果说星空很好 却只是生错了时代 那么骷髅岛金刚崛起 应该则是行走在 世纪初的马路上 被飞驰而来的卡车撞飞 也不可超越到 2023年的神奇游戏 你搞不懂设定里 体长30多米的金刚 为什么在游戏里 和周边的岩石草木相比 都只有一只动物园的 黑猩猩那么大 也搞不懂为什么 一具大文明的恐龙 统统只有小鸡那么大 而水边的螃蟹 却有金刚那么大 不过出镜游戏 忽乱的比例还不是当头一棒 毕竟你必须得先控制 这个2023年粗糙的诡异 但出现在2000年初 却很合理的建模 走到新手战斗教学才行 金刚咕噜岛虽然和咕噜 作为今年目前的乌龙凤厨 共享IGN4分的款待 但实际上游戏的gameplay 还真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别误会 这里是说 那种出现在20年前 没什么大问题 新兴的技能有连击系统 也有用不同技能 破解机关的微量解密元素 甚至通关游戏 还有个Boss Rush的模式 制作组真的 我哭死 游戏发售后 制作组的诉苦 也让人不忍苛责 这个人穷之短的项目组 或许再经过各种 3A狂轰乱炸的我们眼里 这就是一个电子垃圾 作为谈资刚刚好 上手游玩实在太过残忍 但没准哪个中年人 阴差阳错的 打开这款游戏的时候 会想起某个遥远的下午 只能说金刚骷髅岛 成功地把大声赖克游戏 改变成了金刚赖克游戏 几块有代表性的游戏 给大家盘点 这其中包括制作组 由利浦所带的 有得意双心老师傅 下海翻船的 也有末罗贵族 克州囚界 却发现时代变了的 这些游戏 在我们被今年各种神作 轮番治疗电子阳尾的时候 作为点缀 让我们生理性的 也尾了那么几下 不过最少 他们还是带来了 相当多的欢声笑语 也相对的 让我们更能意识到 好游戏的可贵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目前游戏指南针 也在发起 独立游戏孵化计划 将为国内游戏开发者 提供资金和行业资源等支持 如果你正在开发游戏 那么欢迎私信联系我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